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现今这个状况的其实不是今天造成现今这个状况是在持续的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应该讲说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或者说再往前走一点真正的是大国崛起这十来年那这样的操守这样的做法走到今天的结果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设定一个目标是奥运会所以你大家往前 那之前的很多的事情都以奥运会作为目标作为一种标准作为一种大国崛起的一种标志一切的作为都以奥运会作为准则 所以他不顾后果不计后果的无论是投资也好建设也好什么都是一那个你现在再去北京奥运村你看看你看那奥运奥运馆啥样对吧 我看过网上一些照片全都就像荒地一样很多场馆就像荒地一样没人玩了你现在有在什么游泳馆里面游泳的你再看那些装备那些设施没人玩没人理了这就是今天中国真正做事情的一个最准确的表现 2008年本来呢想借助奥运会的咔嚓一下撅起来结果呢让中国的第一品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品牌三鹿奶粉的三具清安花茶自个儿给自个儿撅舌腰斩了 没起来烧鸡大窝窝咔嚓一拧给拧回去了我们现在没人提奥运了吧 马上要开奥运会了谁也不提金牌了吧人说哎我们金牌的说法已经我们现在不在那样了你现在不在那样了你不就变成了自己在说08年奥运会的金牌的说法是在自己骗自己吗 大家想想五月份出现大地震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孩子的那种死痛的场面笑舍成片的倒塌 这边在迎接着8月8号8点8分召开的都是八对吧结果八呢没成发财扒了你的皮了扒了党的皮了召开的奥运会 以孩子的死作为垫底朋友说你说太狠吧太过了吧那不过啊你说现在到底咱们现在说今天说 有谁知道在那一场大地震当中到底死了多少孩子 男的女的几岁他爹他妈有谁还能看到在那大地震上我印象最深的到现在我依然记得 一个女孩十三四岁从学校里从那个教室里往出跑 跑到门口的时候那个预制板掉下来给他砸在那儿 那张照片他弯着腰给砸在那儿人没倒下 上面是预制板穿着绿衣服戴着红领巾 在那预制板上面呢是所谓的救援部队 当时我第一次看到那照片的时候我都想过去说透过照片把这孩子给放平了 但是今天谁知道那孩子是谁啊 那他所付出的代价呢不就是想党想不顾一切的在2008年 以大国崛起的方式来追须着中国模式吗 我们一直讲中国模式是假的 你今天谁也不提了吧 那2008年毒奶粉的出现紧接着美国经济出现动荡 然后就急转而下中共抛出了四万亿 当时那是温家宝说的拿出四万亿 后来有人说实际追加到四十万亿 我们当时的评论就讲说 德河这回有人挣钱了 一定有人挣钱 那刺激经济要整个维持着中国不同于美国 不同于欧洲地区的这种形象 中国的体制独裁的体制有多优秀啊 那是当时吹嘘的 我们有钱我们阿白 那是有钱了 08年09年初拿出了四万亿 然后2010年2011年 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 在法国的乡舍里大道的明电街 全是中国人 可是哥们不是你耶 也不是我耶 少数的 极其少数的一小撮 如果按照家族算 今天中国经济的掌控者 政治的掌控者 也就几百个家庭 是他们呢 跟咱没关系 四万亿都一牛手进了他们兜里来 是这道理吧 我们三个星期前做了一期节目 美国华盛顿的一个NGO 一个专门为政府做这个资料搜集的这么一个机构 明确讲 从2010年 他统计的数据 大概移到海外 两万多个亿 大家想想那钱怎么出来 我们算过当时那期节目 你查查现在还都有 大概从05年到06年到2010年的 所有的GDP的增长就被他们给卷走了 卷到海外来了 但是你要明白 卷到海外的钱是少部分 更大的钱在国内呢 还是他们家的 还跟咱没关系 是不是这道理 美国人的消费 占GDP 占美国的GDP 百分之七十二 中国人的消费 占中国的GDP 百分之三十几 差了这么多 谁敢花钱呢 对吧 牙藤多少钱 牙藤得支 支一次牙藤得多少钱 那当经济出现这种大的动荡的时候 今天遭受真正苦难的是普通的中国人 谁造成呢 体制造成 所以到2012年 今天走到绝乎了 走到一个坑戟上 谁都没办法了 这就是我们一再提到 为什么温家宝谈政改呢 他清楚地意识到 在中国经济将出现大的动荡 但是在经济的技术手段来讲 金融的技术手段来讲 根本不产生作用 因为那个样的技术手段 它要配合着整个政治体制 是吻合在一起的 而今天是独裁的体制 少数的家族 封刮了整个中国的财经 金融一切的一切的行业 但是今天 为什么温家宝还去到地方去谈经济呢 因为政改受到了阻碍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我想说的意思呢 那经济的状况带来崩溃呢 整体的社会冲突呢 是每一个人有可能不得不面对的 这也就是我提到 胡锦涛你今天不面对这种现实 你就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因为给了你机会 你却顾忌自己的胆小的那一点 心理状态 所以这是最麻烦的 美国人写了一篇文章 提到现今中国的五大灾难性现象 它主要指的是经济层面 那法广呢 把它翻译成中文了 它是这么讲 中国经济灾难的五大迹象 那这篇文章是来自于美国市场观察的 它直接讲说 担心中国的经济下滑 将拖累全球经济 从而也使得美国再次陷入衰退之中 文章先引述了世界银行行长 五个月前发出的警告 当时说 中国正在扩大的危机 可能侵蚀75万亿的规模的世界全球经济 他说我们要问 到底哪个国家首先冲击世界经济呢 是中国还是美国 作者认为应该是中国 那这篇文章呢 同时它还发表在外交政策上 所以因为文章写的太长了 我们跟大家分享它的要点 他认为五大灾难当中的第一个 就是地方 中国的地方债务呢 已经是非常大 债务累累 而中央政府给地方的 4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呢 使得他们度过了 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 但是这点钱本身却延迟了痛苦 我觉得他说法是 他也提到那个4万亿 他的说法呢是从技术层面 我自己的说法呢就更特别 那这个4万亿里面 咱就想吧 一个铁道部部长 他干了一个高铁干一票活 他自己能够吃到七个亿到八个亿 一个铁道部长从这4万亿里面 一票活吃七亿到八亿 大家想想省部级官员 应该叫什么 政局级以上的官员 副局级以上的官员 在这4万亿的这种刺激经济 拿到地方之后 你说他们怎么玩这钱吧 他们怎么把想尽办法 把多少钱装到自己兜里 对吧这是我们今天 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 所以这就足以表明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 站在自己的角度 给石头出一个答案 那可能这个可能那个 但是一句话钱进别人兜里了 然后呢债务呢 却归国家了归老百姓了 地方债务 我觉得就这么来的 他说第二大迹象 就是经济危机触发的抗疫浪潮 有专家已经警告说 经济放缓会引起抗疫浪潮 但是呢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呢 中国的现代增长率呢 一直是令人深刻的 足以保持大多数人 感到快乐的这种感觉 还是技术层面 我觉得还是技术层面 至于大多数快乐不快乐 温自个儿 我觉得今天现在看节目的朋友 你快乐不快乐就是答案 有多少人快乐 有多少人不快乐 这是最准确的 对吧 我觉得其他都是假的 如果你买黄瓜 今天买黄瓜 跟明天买黄瓜 都不是一个价的时候呢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而过去的这一个月里面 从六月到七月 中央银行两次降低利息 为的是刺激经济增长 可是没人去拿钱 有人拿钱 他还用降利息吗 没人去 没有企业去贷款 为什么呢 因为企业贷款 那哥们心的话 我现在日子都过不出去 你让我再贷 有人贷 可能贷款那人心里想的是 我把钱拿过来 我牛脸就脚底下抹油 溜了 我卷了钱跑了 有没有这可能 您问 问自个儿 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第三个大的迹象 就是超富的人士 现在正出现出口的这种资产 翻译过来 有点绕口 其实道理就很简单了 在中国 有极少数人 太有钱了 所以国家政策 越往里投资的时候 他就越有钱 他自个儿有钱了 而他今天意识到呢 他这个钱呢 已经挣得呢 有危险了 然后 开始把钱往外转了 这就叫资产外移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 到处都是投资移民 和变着方的 要把自己钱转出去 那资金外逃 国内的朋友 你再看看 现在上海股市啥样 深圳股市啥样 大家扎门扎门就知道 为什么人都跑了 跑路了 对吧 抽了钱跑路了 剩下的都是自以为聪明 想在这个体制之下 认为自己靠自己的本事 能够获利的一些朋友 那这些朋友呢 其实你得牛脸想想 为什么自己 有这种拼搏的心理 还以为自己能够成功 这个体制之下的成功 扭过脸来你看看 除非你干着丧心病狂的事 当你想保持一点点人性的时候 你就发觉这个钱没办法赚 他说第四个大的迹象 就是环境危机 他写的很长 我觉得环境危机 我们就看看身边吧 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就像北京一样 如果美国驻北京的领事馆 每天发布的悬浮力 威力能够引发起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一番话 和中共中宣部掌控的媒体的 大篇文章的批美国人 就足以验证 今天中国的环境到什么程度 我在北京还没出来的时候 也没到这份上 对吧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想想说 为什么说外国的月亮圆 外国月亮跟中国月亮一个量 是因为外国的月亮跟外国人看的时候 中间它那层膜 那层被污染的整体的环境 要远远好于中国大陆 所以它就圆了 其实别的都是瞎扯 他说第五个大的迹象 就是需求将会触发通货膨胀 当中国人的生活标准不断提高 经济增长高歌猛进时 奢侈品需要增加 中国价格的就会出现巨大的问题 将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我觉得奢侈品的问题不是问题 关键就是普通 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出现压力的时候 那今天这种状况 我们看到的是 已经没准再过三个月 可能大家就会显现的更加的厉害 因为第三季度 也就是七八九 这是所有做生意的人都明白 这是全年生意圈当中最淡的季节 如果第二个季度 从三月份到六月份GDP增长 在经过调整之后 我为什么说经过调整之后 那经过党中央同意啊 才能公布呢 经过调整之后 真的假的数 咱放一遍啊 它标出来七点六 放弃了宝吧 那第三季度实际将更加危险 很多朋友会认为说 第三季度呢 是有订单 为了给圣诞节第四个季度呢 海外的人们呢 消费呢 能够准备货物 理论上对不对 绝对对 但是外国人买东西吗 不买 它现在美国人也好 欧洲人也好 它不买东西 所以当第三季度 你真正的订单没有的时候 全年就扯了 西北风了 就是这么个状况 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体制 去不靠自己的消费 自己的运转 而要仰仗外国人 仰仗美国人 仰仗欧洲人去消费 来把货币拿回来 而拿回来的货币呢 又被那少数人给圈走 去买法拉利了 那你不是就把咱老百姓 往死了整吗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 真正危险的 是将在中国社会 在经济背景之下 老百姓忍不住 在中共的高层顾不上 相互之间还在打斗时 就给撤开了 可能是 可能不是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